赞南宁,好几个朋友给我推荐8小时牛汤 我问他们吃过吗?他们都说没吃过 只是最近特别火 在吃完猪杂粥的那天晚上 旁边正好有家8小时牛汤 我就去试试看 一蘸到这锅牛骨汤旁边 就能闻到很香的酱牛肉的那股料包的香气 我要了一碗肥牛粉15元 切的并不是薄人那个部位的肥牛 带有一点点肥鞭,估计是稀冷那个部位的牛肉 吃过这碗粉之后我并不觉得有多么好吃 甚至我觉得一无是处 但是在网上看到这家店的宣传非常火爆 这样天我发现青州也开这家店了 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玩加盟的套路 大家觉得是什么样的呢? 这样的粉真的好吃吗? 请二号不可取餐 试一下这碗8小时牛汤粉 我加了蒜、葱、香菜、辣椒油 还有一些花椒粉 先试一下汤 跟我想象的汤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它不像西北的牛肉面汤 也不像潮汕牛肉的汤 更不像我们本地牛腩粉的这种汤 就清清淡淡 也不是特别鲜 牛味也不是特别重 牛肉汤老 这些的牛肉也没有什么味儿 这粉还不错 吃一种比较宽的切粉 不是那种机器切得特别细的那种不好吃 我加新州 最近也开了一些鲜牛肉粉 给挺贵的13块钱15块钱 给的肉都没有难您给的肉多 刚才站在那锅汤旁边 闻到这股汤的味道是挺香的 但是我想不到吃起来喝起来 吃这么寡淡 一点鲜饿都没有 一点好吃的感觉都没有 为什么会有人会喜欢吃这样的汤粉呢 难道会不会是我刚才吃猪炸粥 太鲜了 以至于再过来吃这个 就一点鲜味都尝不出来 不吃了 不知道是今晚我味觉失败 还是这碗粉失败 不过之前我在新州吃的几家这种 鲜牛粉 我也没什么感觉 觉得好吃的 可以评论跟我交流一下 可能是我不太会欣赏 不明白人家怎么才能开这么大的店 我是多美食充满好奇的 无所谓 一个人喜欢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转发 对我的成长非常帮助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